大家好,我是茶米 今天是2022年6月19号周日 现在是中午的12点钟 室外的温度是21摄氏度 天气是个大晴天 我现在呢,刚从我们家 这个好房子这边出来 回家吃饭了 昨天的视频呢,发上去以后呢 很多人就是私信问我 对我这个房子去做民宿啊 特别特别感兴趣 其实大部分人的咨询的呢 可能不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这种呢 就纯粹的是一种商业行为了 就是投资商业行为了 因为我是整栋全部去把它 去做民宿这种形式嘛 短住的这种形式 就等于是酒店吧 应该是这样说 但是呢,大部分人呢 其实呢,在我以前的视频中呢 也分享过给大家 就是说,你假如说 你是来这边呢 计划呢,要住个三年到五年的话呢 你自己的经济情况也是可以的话呢 我是很多次节目给大家分享 就是这样 应该去买一个 买一个这个房子 去居住 我至于说 我为什么去推崇 常住在这里的话 自住的话呢 去买房子的 这其中的好处呢 我以前的视频中也分享过 也可以在 以后呢,我专门展开来去说 这个今天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 这一部分网友呢,就资讯了我特别多 就是说,因为现在刚刚过来这里 然后呢,就是讲一切都是还没有安稳下来 所以说家人啊 就是父母啊 老人啊 就是还没有一起过来这边住 所以说呢,房子呢 就有空闲 空闲呢,就想去把它分租出去 等于是赚点这个生活的开支吧 我们2019年的时候呢 就在我这栋老房子里面呢 我们其实呢 就是讲10月份 我们就开始在做Airbnb 就做分租嘛 因为下面这一层 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房间 也有这个简易的一个厨房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做成了Airbnb的一个分租的一个形式 结果呢 就是讲 客户的这个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几乎说都是满定嘛 我们也就是短短的四个多月吧 我们就做到了这个Airbnb的操占房东 然后后面因为疫情来了 所以说把它关了 所以说现在我们拿起来呢 就是比较方便了 就清澈熟路了 你长一两天就可以全部去把它把它搞好 我现在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假如说你要去做民宿 这种分租的形式 自己在上面住 然后在分租下面的一楼 或者是其他的房间 分租几个房间的话呢 有这几点大家要去注意的 第一个呢 就是说你应该去对你的房屋保险公司 去给它去做个说明 因为我们呢 是一直是就是讲 把下面去分租的 所以说我们的保险呢 就是讲会比正常的自住的保险呢 可能会贵个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二十吧 这是就是关于房屋保险这一块 因为这个是每年 你的房屋 所有的这个房屋都是需要去 进行房屋的保险的 不管是你自住还是自住 都是需要的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你就是需要在 诺布斯沟下的这个政府的网站上面呢 去进行一个登记备案 这种登记备案呢 是原来是需要钱的 但是因为今年啊 诺布斯沟下这一边呢 就是房屋的这个缺口特别特别大 很多人找不到房子住 所以说今年呢 这几十块钱的这个登记费啊 备案费啊 就免费了 就不需要再戳了 米茶昨天上去了 以后看了一下 就是讲 全部都是已经在免费了 就是讲鼓励大家 把自己的房子拿出去 分租给币了 因为现在的租房子 特别不容易租嘛 这就是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呢 你还是需要去 就是某一个平台 不管你是喜欢什么平台 我们是在Airbnb这个平台上面去 一直是他的 他的就是一个 注册的房东嘛 所以说我们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去 进行相关的这些操作 其实都是有中文的 你也可以去看看 那个中文的这些版本 这个就是讲 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 根据不同的定位吧 还有个Binker 就是Booking 这个网站 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等于是晚上的一个分组平台 其实当我见到呢 有的呢 可以就是讲 两个可以 接口箱并联吧 就是讲 你在Airbnb上面呢 假如说已经预定出去了 在并客上面 自动它也变会 就是预定不了 这个是比较好的 但是我们没有尝试过 我们现在就是在 单独在Airbnb这边去 进行了一个就是讲激活 好吧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这些 谢谢大家来观看 谢谢大家 再见